法著師尊佛安 蓮花師生希望 請教師尊一些問題 三鏡肉是眼不見殺 耳不聞殺 不畏己所殺 師尊說過這是如來的方便 弟子會有一些朋友 為了美味自己買生魚 生螃蟹來煮 他們會覺得弟子買死魚 死螃蟹 這是燕耳盜鱗的做法 因為食弱者的需要 需求才使得更多的生物被殺 所以其實也是間接在殺生 請問弟子要怎麼去理解這個事情 即跟朋友解釋呢 太醫師講說佛陀設下的方便 也就是說也不是佛陀設下的吧 總之佛教就有提到吧 三鏡肉 眼睛沒有看到在殺 耳朵沒有聽到 那些豬在叫 也不是為自己所殺的 這叫三鏡肉 他如何解釋這種事情 跟朋友如何解釋 這個怎麼回答 也是滿難解釋的 有意見嗎 你能夠很圓滿地回答這個問題的 就請舉手 對於三鏡肉 有意見嗎 有問題的 請舉手 也可以解釋的 能夠圓滿回答他這個問題的 能夠圓滿回答他這個問題的 因为我们同门当中很多都是坐仓馆的 坐仓馆的他一定要杀生的 没有什么三斤肉 什么四斤肉 五斤肉 没有这回事 本来就是杀生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常常讲做仓馆的要常念这个往生咒 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念往生咒 观想这些生物 能够往生到佛国净土到更好的境界去 我记得我母亲 他那时候 他有时候也杀鸡 有时候也杀鸭 杀鸡杀鸭 因为他有杀 那别人那些有些佛教徒 他不敢杀 就送到我家来 给我妈妈杀 我妈妈会念一个季 他用台湾 他是用台湾话念的 舍鸡 做价 做价 无聊时 让你赶快去转世 也就是说 做鸡 或者是做鸟 无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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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赶快去转世 完成这个 他就念这个忌 然后就杀了 那么我们 在美国很多 很多都是做 或者在欧洲 很多是做餐馆 像以前那个 德国的忍治堂 他们都是做餐馆 所以他们同修 很早的时候同修 是很晚 做完餐馆 然后收拾完了 他以后半夜再通修 那时候德国忍治堂 是这样子 他们做餐馆 做餐馆哪有说不杀生的道理 一定有的 他有什么三进若 没有什么三进若的 就是我教他们 你就 常常念广成奏 就是 lame weeks 就是 那了 一指 一指 五指 七指 五指 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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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阿拉伯扎那地 Om 满术斯里阿 Om 阿伯拉奉 堪查所哈 就是文殊往生咒 直接念这两个咒 常常念 常常念 观想像我们 这个西雷的这个图书馆 每一次我供养 供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念的